剛剛是這一段 所以如果你剛剛這個打實在打不出來 沒關係Ctrl-C好了 OKCtrl-C 然後這邊的話直接把它Ctrl-V貼到這裡 這個結果應該會一樣 Ctrl-V貼上 然後打Enter 有沒有 其實結果點兩下 不太一樣 沒有沒有 貼錯了 應該是貼這一段才對 你會發現這一段跟這一段很像 其實是把零里區改成入接到 為什麼 因為後面的規則跟前面的規則一模一樣 所以一模一樣的前提下 你不用重打 你直接複製貼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 我如果貼這一段的話 是指的是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貼這一段的話 是指的前面那個字的位置 OK 那我只要把這個字的位置 剪掉這個位置 那我就知道有幾個字了 OK 比如說我這邊把那個什麼 我只要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里的位置 假設這個里 這個接好像在第12個位置 然後里的話在第幾個位置 應該是 11 10 這個應該第9嘛 所以把12 減掉9等於多少 3嘛 那不就剛好三個字 有沒有 OK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邏輯啦 那我們來做一下 所以喔 我們已經做出來的話 第一個喔 我剛剛的這一段喔 就是這個喔 剛剛這個喔 如果你剛剛 實在公司沒打 公司沒打對 你感受C這裡 然後貼到來 貼到這個位置 貼上去 剛剛的東西又恢復了 第9個字嘛 向下填滿 那再來怎麼樣做後面的 接下來就把這個公式 一樣喔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減下來 再插入一個函數 文字類的 叫MID啦 或者是你可以用最近使用過的 最近使用過我們有用過MID嘛 所以因為我們要用MID 然後呢 把 資料給他 什麼資料 第一個喔 你要切的地址在哪裡 地址在這裡 所以第一個 地址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Stand number Stand number是哪個字 開始要取資料啊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減下那個公式 所以把它貼上 第9個字 可是如果你從第9個字開始取的話 會取到理這個字 因為第9個字有理嘛 所以你出來字就會多一個理 不對 所以加1就對了 加1 加1的話是第10個字開始 我們要第9個字 從理的後面這個萬開始 萬寧接 那後面的話要幾個字 就是把什麼 把剛剛的這個字 這個公式再貼一次 那我要把這個規則改成 路接道 本來是零里區 改成路接道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是什麼 把這個零 貼的時候呢 把這個零改成路 然後呢 把那個後面的 里改成接 路 記得不要慢慢來沒關係 改對 比較重要 把零里區改成 路接道 OK 路接然後後面這邊要改成道 沒有 然後呢 這個意思說我抓到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然後再剪掉 再貼一次就可以了 剛剛那個 再貼一次 貼完之後的話就三個字 那我們按確定就OK了 向下填滿 就 大功告成 OK 我再做一次 我想 我想應該很 重點回顧一下 好 1 就是 這個嘛 Step 1 然後呢 把這個 不報案等號的資料先剪下 應該是從這邊 先選取 剪下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插入 密的函數 所以你可以用最近使用過的 密的 然後呢 三個東西給他 地址在哪裡 在這裡 哪個字開始 把剛剛的公式貼 所以 剛剛的公式 總共會貼三次 第一次的話貼這裡 把它加1 加1 下一個字 第二次的話就是 路接到 減掉 零里區 的 字數 所以 第二次是貼這裡 但請你把這個 這個什麼 零里區改成什麼 改成路接到 路 第一次 那個路接到 減掉零里區 路接 到 然後 改 後面的話改完之後就減掉 入接到 字不要打錯 減掉 這個是剛剛貼是貼第二次 貼第三次的就減掉之後再貼第三次 這樣就完成 OK 可以看懂 這個 還要熟練 我想 最大的麻煩就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一個字都不能錯 而且呢 你觀念要是完全清楚的 你不能說 好像有個地方不太清楚到底在做什麼 那你當然一定也是做不出來的 可是你做完之後的話 很多事情就一任而解了 向下填滿 全部的資料就出來了 那你才有辦法做後續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 這個做不出來的話 那後續的部分呢 當然也就做不出來 那剛剛這一段呢 如果你實在是有障礙的話 沒關係啦 你可以先做個事情 把這邊呢 一模一樣 就這一段 Ctrl C Ctrl V在這裡 貼上 一樣可以work 打勾的話 其實在向下填滿 其實也OK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這貼 就是說如果你實在是 錯 可是你不知道 錯在哪裡 你們可以把我的答案 貼在你的答案的下面 比較之後呢 你也就知道你為什麼錯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切一下 OK 那這個公式的話 基本上 還算是 Essale應用裡面 是比較基本的 後面的話當然還會結合 程式設計的話 那就變成 相對的 寫的東西 又會更多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邏輯素養裡面 有一點 就是說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也就是說 你要 是 完完全全清楚說 這個公式 到底在做什麼 的這件事情 第一個 完全都不能錯 第二個的話 就是 你要很清楚 這個 你的邏輯需求 的步驟 如果這兩件事情 你其中有一個地方 沒搞懂的話 那你這個公式 也就一定 做不出來 當然反之就是 如果你 又 非常的 這個 謹慎 小心 第二個的話呢 你也很清楚 到底在做 你會發現 很順手 一下子事情就做完了 OK 這個 效率相差 真的十萬八千里 因為以市場上的資料處理來看 這個這個 實在是差太多了 也就是你會這個方法跟不會這個方法 落差就非常大 OK 請各位 也許試試看 相關的參考 可以試試看 在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可以找得到 雲端的話是在 GG點G區 這個 Excel to VBA 裡面 找到那個雲端白板的 第一單元 的那個 台北市的 住宅切套點位 這部分 那 這個如果做出來之後 我們如果要統計出 哪一區 的切套案件最多的話 就 非常的簡單 OK 然後哪一條路的 切套案件最多 也可以馬上抓出來 待會的話 我 最後就是 把那個 利用 這兩個欄位 所 產生的那個 再利用樞紐分析表的過程 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這些動作都會的話 後面再把它加 一些 複雜的應用 你會發現 實在是太方便了 一下子 就可以 從這個資料裡面撈出一些 你想知道的訊息 而且這個訊息的話 是最 公正客觀的 結果 OK 甚至啊 其實這個資料裡面 我們還可以 假如你想知道科P 到底這幾年的 治安變好 還變不好 你可以把它畫個 折線圖就知道了 每一年治安的加總 他104年到 110年 到底 治安的總數 是上升 還是下降 那其實 大概就有個客觀的 數據了吧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利用那個 剛剛講的 把 這個 剛剛的鄰里區 改成路街道 並且 抓出 我們要的 哪一條路 的相關訊息 後 我